它是一整份這樣超大份 奧羅在台北 應該會賣 一罐燒酒 然後再讓你喝澀一點 它叫做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美食系列 那大家都說 桃園啊 新竹啊 都是這個美食沙漠 在大學四年的時候 因為當時的男朋友是新竹人 所以我也很常來新竹 然後呢 真的沒什麼好吃的 在網路上被我意外發現 一間非常厲害的店家 它主打呢 超奢華雞排 龍蝦雞排 這麼奢華的東西 我一定要找一個朋友來跟我一起吃 就像上次帶啾啾去吃這個 港式的餐廳之後呢 大家就 再也看不到啾啾了 那今天呢 我們也請了一位朋友 那我們歡迎 玉琳 好久 嗨 好開心 其實我們很久沒見耶 沒錯沒錯 我今天就是 唱著龍蝦雞排來的 好過分 平常要約的時候都沒有見到人這樣 你分下880塊的龍蝦雞排 有沒有興趣 來 全場令來 本來是台南人嗎 對 台南這個美食之都 今天我會用最高標準去看龍蝦雞排 因為我真的是台中讀書嘛 嗯 一中間有那種惡魔雞排 天使雞排 然後什麼炭烤雞排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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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聽說 有些人會說你講話很像祖國 喔對 這個是我一直以來的問題 我想說 一罐燒酒 然後先讓你喝這一點 看今天可不可以講話比較可愛 ㄎㄎㄎㄎ的自然一點 話不多說 等我們的龍蝦燒菜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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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 超像那種以前古早晚節 沒有 這樣子才有這種 感覺嘛 它是一整份這樣超大份的耶 重點是它還多送一隻牛郁耶 其實880好像還可以接受 我覺得還行耶 給大家看一下 哇塞 它好大一塊喔 對 其實這龍蝦看起來算大隻的耶 現在算中型龍蝦 好嫩喔 它好像龍蝦肉 我原本以為它會不會就是炸完之後裡面很硬 完全不會耶 就是比一般的雞排還要再嫩一點點 其實是耶 你有發現它的皮是那個 我們那個南部的那種好吃的脆皮雞排 有點古早味的這種脆皮雞排 我一般想說海鮮拿去炸會不會有點怪 鮮肉不要炸花子好不好 它是真的你吃得到雞排肉 但你也吃得到龍蝦肉 就是你不會覺得很違和 剛剛看到的是它的那個麵皮 跟它的肉是沒有做太多分離的 嗯 對 因為通常說連雞排中間都會有一些空隙啊 然後之類的 不過說真的 我沒有什麼吃到雞肉的味道 它有但是它沒有到很多 所以不會搶到龍蝦的那個感覺 可是龍蝦這邊有點太嫩了 欸 我覺得喜歡吃龍蝦可以吧耶 一吃我就要先吃吃看那個龍蝦 如果太硬我可能後面就不會講話了 會不會走了 它的魷魚看起來是嫩的 而且它很厚耶 它這個是夜市會賣大條180的那種 對 這魷魚超級鮮甜的 龍蝦比較重口味一點 再配旁邊的玉蜜蜜啊 或是這個 我覺得滿不錯的 哇 它的魷魚好好吃 第一個是它很嫩 然後而且水水的 是軟嫩 不是那種Q彈嚼勁要咬很久的那種 好啦 那吃完之後是不是該來喝一點 是不是啊 放輕鬆 好 那我們的小菜也到了 我這輩子還沒有看過這樣子的料理 超特別 它叫做 玉心捲 還是心玉捲 這個東西呢叫玉心捲 一開始我還想說是什麼玉子燒之類的 對 它是用花枝漿包裹著四季豆 再拿去炸 太特別了 如果不好吃掉我就不會看它的介紹 然後這是他們的炸湯園 它沒什麼特別的 就純粹就是我們倆想吃甜點 所以我們就點了 對 然後我們剛剛有偷吃一下 覺得還滿好吃的 我們在點這道菜的時候啊 然後裡面的主廚呢 也非常可愛 還還跟我們說 不一定會成功 對啊 我不成功 要吃飯你怎麼辦 第一次聽到這麼誠實的店家 我很欣賞 欸你不要想像這麼好吃欸 它很像炸蚵麵的進階版 對但是它要在中間加了四季豆之後呢 就會讓你的口感 從軟軟的變成說 欸你咬下去的時候又會有脆的感覺 而且重點是 它的四季豆 沒有那個草味 對然後花枝很香 喔它花枝漿做得很好欸 感覺是不知道有加了什麼獨門料理 它花枝漿非常的香之外 四季豆竟然可以跟花枝融合 你要去炸 我也是今天聽到的 好特別喔 那個四季豆有解力的功效 對 很好吃 推 我推 我覺得這好好吃喔 這個會不會比雞排來的健康一點 經理上來說當然吃 那我加加看芥末膠炎 你要不要加加看 好 我可以試一點看看 就是比較喜歡吃辣的話 就可以加芥末膠炎 其實我完全沒有感覺到 有芥末的味道欸 它味道很嗆對不對 我覺得這滿好的 因為像我自己不敢吃芥末嘛 真的非常地小心 因為我很怕太嗆 然後會讓我覺得不舒服 它的芥末不嗆 你要下一秒會 我覺得它有芥末的那一點點辣的感覺 可是它沒有嗆的感覺 我老實講我覺得這道路在台北 應該會賣欸 台北人很喜歡吃這種東西 就是有點健康又是炸物 我覺得它很下酒菜 它真的非常的下酒 那再喝一點 那再喝一點 這個炸方圓也是店長推薦的 我超級喜歡就是炸的東西去點 炸銀絲捲 炸銀絲捲 炸銀絲 是不是一定要 沒錯 你會有那種就是 都會想要特別挑顏色型嗎 我還會去店裡說 麻煩就是幫我撈都是紅色就好 謝謝 然後我就會被趕出去了 我只有銀絲捲會是裡面那個黃色的那一種 而且要一條一條絲喔 有這個怪癖的下面留言 看一下有多少人有這個怪癖的 好啦那吃了差不多也到一段落了 那有請我們的台南專業美食呢 先幫我們做一下今天所有餐點的評論吧 我認真講的話 我880的話 這個龍蝦雞排可以來吃一次 可以試試看 值得你來這邊嘗鮮的 這個玉心捲我覺得OK欸 我真的覺得它會賣欸 我也很想要問問看觀眾 如果有吃過的在下面留言 我覺得應該沒有 台南也沒有看過 人生第一次 那他別人就跟哥說了 他不會出錯了 如果出錯的話 那叫他肚子 一開始呢 想說應該就是個噱頭 一份880完全就是耐價格 還有他的店面 因為他的店面好漂亮 我們走進來之後覺得很像G95 對 蠻像的 日式的風 有個標榜說 所有的奢華料理 就是你只要在任何東西裡面 加上龍蝦 看你就是奢華料理 真的欸 但我自己看過還有冰也可以加龍蝦 我知道認真想一想龍蝦湯圓 冰角的就滿奢華的 但是結果沒想到 我今天吃下去的時候 真的讓我很驚訝 那最後再跟大家說一下呢 這家店家叫做 非詐不可 然後呢 他是在新竹 真的可以來體會一下 這個奢華的雞排到底是什麼樣 那我們今天也謝謝依妮 我們吃了這個好吃的雞排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就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吧 我們下集見 還有超級厲害的高CP值水餃 GO 掰掰 不是狗狗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集完 我們下集完